每当说起福建 人们最先想到的 往往是最文艺的岛屿 最美丽的大学 最浓郁的南洋风情 这些都集中在一座城市 这就是厦门 一座美丽的海上花园 总之 提到这座城市 几乎令人忽略了省会福州 而成为福建的代名词 它也是全国唯一一座 行政级别超越省会的城市 面朝大海 刺激花开的厦门 是白鹿翩翩的生态宜居城市 是经济腾飞 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 经济特区之一 也是距离宝岛台湾 最近的副省级城市 这座吹拂在海风中 充满诗情画意 与文艺气息的城市 有多少侨民写下的故事 和令人陶醉的风景 本期视频就请和两颗太阳一起 拥有这座闽南明都 海上花园城市 厦门 厦门是中国福建省的 副省级城市 相传远古石为白鹿七夕之地 故优称鹿岛 这座城市直线距离省惠福州210公里 在东海之南向海而生 与宝岛台湾一水相连 与漳州和泉州共同组成 闽南金三角 成为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担当 厦门的海域并不算辽阔 却形成一种海在城中 城在海上的空间布局 加上厦门温润和须的海洋气候 使这里草木苍翠百花常开 有了海上花园的高燕之美称 与海为林必定有岛屿相伴 古浪雨便是一座小岛 对厦门最长情的守望 这个与厦门本岛相距仅500米 面积不足两平方公里的小岛 因涨潮时浪机石洞 声弱击鼓而得名古浪雨 人们对厦门最初的向往 或许就是古浪雨 优美的风景与舒适的环境 而这里也是见证了 炮火与抗争的名胜古迹 是清政府设立租界 和中国首批通商口岸 如今历史的惊涛骇浪已经褪去 留下来的一栋栋老建筑 一条条旧街巷 却在古浦宁静中 呈现着古浪雨 中西碰撞 多元慧荣的文化风貌 漫星在没有机动车同行的小岛 行走于日光岩 浩月园 郑城宫纪念馆 梳妆花园 钢琴博物馆 这些或优雅美丽 或古浦庄严的景观之中 教堂里的钟声 与岛上的琴声 共同回荡于心间 这就是古浪雨 浪花击打 与时光雕刻出的恒久魅力 人们常说 厦门的美 在于它抬头渴望海天之蓝 低头可赏草木之绿 始建于1960年的 厦门园林植物园 就是一个占地4.93平方公里 汇集9000多种植物的 绿色博物馆 步入园中 千姿百态的珍稀植物 争其斗艳的各类花朵 云雾缭绕的奇幻雨林 令人陶醉在 大自然的绿色怀抱 园内山巒起伏 奇岩巨石遍布 汇催众多厦门民景 也作用众多名刹古寺 不仅是一处神奇绝美的 自然景观 也是一处值得品味的人文圣景 2019年正式通车 全长31公里的环岛路 临海建海开路加桥 将道路建设与景观设计 合而为一 打造出一条天高海阔 舒适宜人的海滨景观长廊 蓝天白云之下 沿着环岛路一路且隔且行 便可以路过距离海平面 不足5米的延武大桥 延武大桥不仅是厦门重要的交通节点 也被认为是世界上 距离海平面最近的桥梁 涨潮的时候 海水几乎与桥底起平 堪称一处世界之最 大桥下面便是厦门最美的白城沙滩 这里风景优美 空气清新 是众多市民游客 休闲放松的好去处 沿着环岛路 继续前行不到两公里 就来到了厦门最文艺 有着中国第一文创村之称的 曾挫安文创村 在这里 现代与古朴的街区相互融合 街道两旁布满了独居个性的特色小店 各类餐馆和民宿 也吸引了众多游客 来次感受闽南风情 游过环岛路 再做一次中古索道 你就可以完成对厦门 从地面到高空的立体环绕式游览 中古索道 是目前闽南地区第一场的观光索道 也是厦门唯一的空中动态观景台 自植物公园西侧起 一路摇摇晃晃一千多米 半封闭的缆车 在腾云驾步的兴奋与刺激中 带你从上帝视角俯瞰厦门全景 山峰扑面 海景切换 车在空中 人在云里 可谓惬意又逍遥 除了环岛路和中古索道 厦门2017年第一条运营通车的 一号线地铁则更具特色 这是全国首条海上地铁 当列车驶出地面跨越厦门大桥时 蓝天 白云 大海 会忽然冲到眼前 犹如进入宫崎骏笔下的童话梦境 大海是厦门梦幻的蔚蓝 而海天之间灵动翩仙的鹿鸟 则是厦门人心中一抹诗意的纯白 白鹿是厦门的试鸟 也是这座城市的精神异象 而观赏白鹿最佳的地方 当属城市西南端的云当湖 云当湖在30年前 还是一滩污水池 如今的有效治理 让这里变为厦门最美的城市会客厅 蓝天之下 一池碧水倒映着绿树红花 一身洁白的鹿鸟 凌波微步翩翩起舞 成就出一幅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面 安逸舒适文艺浪漫 是厦门的城市关键词 而数百年前下南洋打拼 也曾经是这座城市的步伐 这段历史也将乔乡文化 伸至于厦门的土地 今天著名的百年学府厦门大学 正是侨民文化的产物 1921年 华侨旗帜民族光辉 陈家庚先生心怀报国之心 变卖三栋别墅投资办学 厦门大学就此诞生 厦门大学它也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 第一所华侨创办的大学 如今厦门大学已成为厦门 最著名的一处人文地标 园内中西河壁的建筑 透着百年学府的地域 湖泊 山丘 绿树与花卉 与各式建筑巧妙结合相得一张 面朝大海 景色宜人的校园环境 卓越的学术成就 以及传承百年的下大精神 使厦门大学成为无数学子 为之奋斗的梦想学府 和令游客心持神往的美丽风景 位于吉美区东南角 创办于1913年的吉美学村 也在钟灵玉秀的景致中 留存并传扬着永不磨灭的家庚精神 家庚精神已经扎根于厦门的土壤 而文艺的基因 则隐藏于城市的街头巷尾 沙坡尾 这个路道曾经最繁华的渔港 处于连绵沙滩的尾端 隐身于城市的尽头 沧桑600年而繁华落不尽 进化成港湾街市 成为厦门文艺的代名词 这里左手传统 右手新潮 沿途众多的文艺小店 和不定期举办的各类市集 一定会让你遇见真正文艺的厦门 而厦门新旧文化的碰撞 传统习俗 与现代潮流的交汇 又何止于沙坡尾 芙蓉隧道墙上的千米创意涂鸦 色彩斑斓 个性十足 顶奥仔的猫咪主题街 满足万物皆可瞄的一切想象 高耸入云的双子塔 厦门世贸海峡大厦 与千年古刹南普陀寺 两两对望彼此守护 一千二百米长的中山路步行街 一头挺立着繁华的商业大厦 一头连着万寝波涛的大海 喜心而又念旧 在今日的西壤喧哗中 讲述着厦门的历史风云 回到古浪雨 浩月园中正成功的雕像 面朝大海眺望远方 期盼着当归的报道 这就是厦门 海上开花 城中其浪 在万寝波涛里 写一首蔚蓝的诗 与百花争宴中 唱一首春天的歌 街头小巷里 可以放慢脚步 镜像时光 滨海地坝上 更可以敞开怀抱 驻入新城 下壁五周克 门纳万青涛 被大海宠爱着的厦门 无须一切 却拥有所有 行一夜偏周 沧海逐浪 随意航白鹿 直冲云霄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喜欢记得点赞评论 收藏转发 这里是两颗太阳 让我们下期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栏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栏